東廣立訓廠 現在在找普攻 大量找普攻這邊 看一下 五香到七千 這個廠那裏賣被子的好賣 開那一台車才到那裏賣 好多員工進去的都要到那裏賣被子 那賣被子的一天要掙挺多錢的 看到生意都挺好的 2200魚的底芯 東廣立訓普攻執照處 這邊全都是員工放的電動車 這個應該是中介派過來的員工 好多都是以派遣工為主 這個律訓你看這裡 哇塞住滿了上面 上面住滿了 這邊全都是有的好多地方蓋過來的 介紹過來的 不是派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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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有還挺多的 這邊也有好多女孩子 這邊還有女孩子 這邊還有女孩子 女孩子 這邊全都是拆街安 那邊是宿舍 這應該兩排都是宿舍吧 全都是宿舍這裡 這邊是後建的 東廣立訓總部 每天都招好多人這邊 都往這邊進 都往這裡帶進去 那邊是執照 這邊才是宗舍帶進去的 還有一些女孩子 在說在電子廠還是有女孩子 這邊全都是住滿了 這邊是女生宿舍 全都住滿了 看這個樣子好像 挺多人的用 原來是這邊 這邊是老廠房 那裏 加了個天橋 後來才建的這一邊 全部是賣快車的 這裏邊是清晰 逆訓總廠 逆訓這邊在大量照顧 逆訓這個老闆 原來是在富士康做員工的 一個女企業家 是郭台銘扶持 現在才有她的金錢 現在是跟老郭富士康搶那個定當的 現在她壯大了 現在跟富士康搶那個定當了 好多定當都跟逆訓搶走了 那些客服 誰也不知道啊 郭台銘也沒想到 她一手扶持來的 人現在 要跟她 搞競爭對手了 是她的競爭對手 逆訓有好多分場了 像是在越南也有分場 現在也是 在大陸都是一個有名的企業了 這邊都是舒適 它擴大了好多 原來 原來這邊沒有 就是這一邊 她成立的時候 這個場子沒多大 這邊是她的總部 工資來說 兩千多一點的低 但是 比富士康還是要差一點 這邊全都是賣快艙的 還有一些小姐姐在這邊來找工作 這要打工幫來幫去特別房 特別是女孩子東西比較多 一個大箱子 一個桶 這是她的標配啊 大陸好多老闆都是富士康出來的 當年富士康就是一個培訓班 企業老闆的培訓班啊 好多那些管理層 都出來做老闆 誰也不知道這個女老闆會做的那麼大 跟富士康搶訂單 現在在大陸都是有名的企業家了 富士康培訓了好多大陸的老闆 唐下太陽城 唐下新太陽城這邊看一下 好久沒有來這邊了 這工業區好多廠 看一下那邊招工的多不多 新太陽城科技園 全新高級廠房隆重招商中 看來這好多廠房在招商 那些原來 零幾年的時候這裡的廠房 你根本就沒一間空的 全都住滿了 現在應該空了很多了 過去這裡比較熱鬧 看著這個招工 這個地方就知道了 原來這裡一直都有招工的 擺著桌子 找工作的也多 那邊看到有兩個人 應該是操工作的吧 這裡小姐姐啊 好多廠招工 哎呀這些都 貼了好久了 貼了好久了 沒有那些擺桌的 看一下那邊 看一下那邊 過去這個路口都是擺桌招工的 不是擺桌招工人啊 現在沒有了 這是找工作的嗎 咦高廠 那邊可以看 兩千多 鍋底細 这边的工资 最高底薪也是 两千多一点 贝利酒店 这酒店都搞外卖了 全厂特价集外卖 哇塞 现在酒店都要做外卖了 2001年建设的这些厂房 都是零几年建设的这边 零几年影子 造商的时候造了好多来 这个工业区香港企业比较多 港制企业 但是都不是那些大厂 都是一些小企业 这个工业园就是这边 有商店 一条都是 有车的在这边上班 就每个月要吃出一点停车费 应该包月的话 一百多块钱吧 排球网吧 或者开了没有 过去这个网吧是非常赚钱的 这种东西原来是要排队啊 你上网都 还有 只有这种工业区还有这个网吧 几百栋这种厂房 这种厂房 这种四十七 这里四十 上百栋的厂房啊 但是都是一些小企业 都是几百人原来高峰期 上千人的但是有 比较少 有的几十人的都有 看一下这个厂招工 这边的底薪多少 普遍 最低底薪是两千 比别的地方要高 这个工业园 在工业园比别的地方底薪要高 一般两千一百多的都比较多 有些地方还是一千九啊 这一个是多少的底薪普工啊 比那个多了五十块钱 两千零五十 这个厂没有造工 看一下这个厂用红纸写的 好多好少厂用红纸写的造工了 哪里普工 鸡饼工资二千三 他加班是算两千的 算两千的底薪 加班算两千 综合工资二千三 唐夏这边比别的镇 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找好久 他就高过东莞啊 那个国家出台的那种底薪啊 这个是体育用品的 这个大的小小的厂好多 到这里还是找工作还是找得到 年纪放的好大 四十八岁 都是两千块钱一个月嘛 每小时十七按 他是按什么来算的 按小时来算十七块钱一个小时 看一下啊 这都是01年建的这些厂厂 这里又一个招工的 都是四千到六千 二千二的底薪 哇 加班算 加班算一千九嘛 才平时加班才十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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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